嗨 大家好 我是洛池 我是吴建云 这段时间我们发到爱泰的照片 我们发到视频里面 大家都发了好多好多鼓励 祝福我们 我们自己在看见他们的评论 我心里好感动好高兴 是的 谢谢大家 其实在公布时间 都有好多家里面对说 洛池是不是管爱泰了 哇 你们眼睛真可亮了 比毕章好厉害的 跟那时候我们还没准备要讲 我都说过去天才给你们讲了 在我们这边 一般来说反应要 几三个月以后对大家说 给大家一种惊喜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到三个月 我们都马上跟教人们 分享一下我们的好消息 一开始收到这些管理的时候 那个脑子都公白了 真的是没做好准备 一开始就没反应过来 你那时候给我开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是一样 为了保险期间 我们都去医院了 确定了我们有宝宝了 那时候气息又稀动 又高兴又紧张 有惊喜哦 那时候脸月子要差一点 要掉下来了 但是我们刚开始都没准备要爱菜了 我们想着只有案子都够了 没想过是个宝宝拿来怎么出来 我说到有宝宝那时候 我跟五姓爷聊了蛮久了 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生命 从他到我肚子那一天 我一定是他妈妈了 我是要对他父子 五姓爷也很尊重 他本来也好喜欢小孩 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 五姓爷本来是冷丁当薄 多个孩子家里多乐乐一点 对 那也是好 我还是尊重你的 你说留下来 我还是说 就留下来 谢谢 五姓爷也跟安家聊了爱菜的事情 但是到以后 他跟我说 妈妈我要弟弟 讲他来一起陪我玩 还有有时候我去拆带 他还会帮我拎篮子 还会帮我一起拔萝卜 总的来说 安家知道妈妈怀孕了以后 她这事干话说话都感觉乖了很多 还有那时候我跟我妈讲了 我怀孕那时候 我打着给她的 第一个话直接去笑脸 叫了我手机的声音好大 我先把手机放到边上一点 过来我对鬼 什么 她说你怀孕 恭喜 我说恭喜 那时候她对对我母亲爱的 还有为了大海峡 我母亲三个 终于给她爱带过来了 你打外扶了 你说高兴 那给她高兴了 早些高兴 高兴了 后来又打鬼了 你记得怎么样了 好久没有 舒不舒服 我说 舒服这不舒服 可能有时候会堵 东西睡不下去 堵晕 眼睛 撑不开 她说那你注意休息 注意休息 我说好的好的 不管是怎么讲了 妈妈生来一定梦想成真了 还好生来已经三个多月了 运作也好多了 我们也去到过场景 医生说宝宝也好的 没什么 宝宝的医生吃得明年五月份 我也跟妈妈讲过 但明年天气好一点 宝宝生起来 她也刚好给月过来抱宝宝了 那等到时候好感谢 一边抱一边感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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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意思管理了 一想到这个 我吃得也感谢 好休戴啊 哈哈哈哈 那你说的 当父母的那也不喜欢自己的 哈哈哈哈 到时候这街上又多了一个监挂的人 这里又多了一个正常员 一样的 等你老了以后 又多一个赡养你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 度过好妈妈 照顾我的两个婆婆 乖乖乐乐的 生活 对 我也会做到我做父亲的责任 尽量的教导 这个我在这里 我还是要感谢我老公 从华业到今天 她也是比较辛苦 一起在干中国 还有在烧饭 你说烧饭的时候 油烟太大了 所以我不能去烧 她平时都是在这烧吧 所以她也比较辛苦了 这个时间 还有她主动去自己 都生活里面 大大小小的事情 下去以后她会做 宝宝们的好把样 哼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家人们的祝福 感谢你们一起 照顾我们 也一起照顾我们 没有你们 也没有我们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 也希望跟你们说的一样 宝宝伸出来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带着这么多美好的期盼 来到这个世界上 希望她能在大家的祝福中 勇敢快乐地长大 是的 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妹 叔叔阿姨妹 做官都这么习惯她 她现在还没出生 已经被爱给包围了 她肯定会幸福地长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小宝宝 唉 这些人要五千元 都干一点活 要辛苦了 你爸爸要辛苦了 正在下去 你听过了吗 你来听见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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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